大家好我是宇昌 那今天其實想跟大家分享 是在開放的生活路上台灣走到哪裡的 那分享這個題目的原因其實是因為 其實我自己曾經在留學的工作 我曾經在留學的工作 那其實我們長期對於政府的政策 並沒有在前期開放的人參 其實有時候蠻痛苦的 然後也很希望可以早點參與 那所以我才來做這份工作 要了解開放政府的關係能做到什麼 那我們要有信心 其實我們這邊同一個人都蠻優秀的 我們現在其實走到了一個蠻前面的位置 那我還是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宇昌 我是這輪移民工作者的公民記者 那目前在PBS呢 我的指稱是研究員 那我是主持團隊的其中的議員 那我們今天的演講 會由我一開始先用15分鐘的時間 先介紹我們的工作 接下來我們會邀請我們的同事 跟文綺上來議台 那他們其實都是我們主持團隊的想法 但是大家各有不同的專長 所以其實我們平常在辦公室裡面 討論其實很精彩 我們希望可以讓大家聽到這些討論 那一開始呢 我們有一個slide row 讓大家歡迎大家使用 請大家打開網頁 sli.to 然後輸入數字 就是0000212 這樣就可以使用可能的slide row 那如果我剛剛講的過程中 有任何的問題 都歡迎上slide row先提問 那你講結束後 我們開始理談的時候 我會先丟幾個問題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回答slide row的問題 好 那看起來這樣可能輸入差不多 如果還有人需要等一下嗎 好 sli.to 斜線 0000212 好 那我就繼續下去了 好 那今天我們演講的內容 其實都來自於我們的新網站 這個網站是po.pds.tv 那這個網站其實講了我們這個地方 開放政府 到底我們怎麼進行我們的工作 那這邊有個開放政府的問題 都完全值得 那當然歡迎大家隨時參考 然後我們會把這個裡面的圖 直接抓出來 那如果大家看一看 覺得哪裡看不懂 都歡迎你確實跟我們反應 好 那一開始就要講 什麼是開放政府 其實我們這個開放政府 是有一個交通GP的組織所提出來的 他希望可以理直開放的價值 跟公民接觸 可以改善服務 改善公共資源等等 那最後是希望可以實現 繁榮福祉 以及符合人類尊嚴的社會 那我們這個地方呢 我們採取的實在跟檢視 一個透明的政府 參與的政府 克制的政府 和台湾的政府 那包含呢 我們認為開放之後 我們重要的四個要素 第一個是透明 重點就是 希望能夠越早開始提供資料 讓大眾了解公共們做的這些工作 就公共們也可以省下 重複公共的心力 和時間 並且減少大家的工作負擔 在參與的部分呢 我們希望在政策行程的過程中 讓大眾可以針對有興趣的議題 來參與討論發展意見 那就算之後有一些問題 那我們在會議上 已經充分的了解一些問題 你們也不知道可以掌握相當的風險 那當然邀請的人 我們必須用韓人的精神 讓他們盡量的 讓多元的利害關係 人可以一起進來 離敵提示的對話 並且創造一個理性討論的空間 以及最後呢 如果他們有理喻的時候 會有充分的記錄 讓大家能夠接受 接受問者 給出交代的那個機制 並且建立當著的文化 那這四個要素其實都非常重要 它會環環相過程 才能達成的開放政府的願景 因為如果只有透明 沒有課程 或有時候參與沒有韓榮 就可能會成為 所謂的OpenWash 就是開放式的時代 那為什麼我們會希望這個東西呢 因為我們最重要的願景 在我們這個北部 我們這年PPS 我們最重要的願景 其實是促進公務門 與大眾之間彼此互信 那我們認為促進彼此互信的一個重點 是使用開放政府這個方式 那當然呢 很早很早以前 在2016年的時候 Pini他就曾經有個聯想 就是從GiniV到GOE 前路來服務400片 當時候呢 他提出的一個東西 是他們那個時候的 就與平台有一個提案 是希望他還真的免疫其高的 好修化法案 可以輕快的推動成功 那當然這一案 在去年的9月已經被通過了 只是在這個過程中呢 Pini他其實有反省這個開放的過程 他認為開放其實是 第一個開放是有成本的 他並不是毫無成本的 所以 隨意就可以打開門 他可能需要非常多 包含製作複製稿 或製作等等 這些都需要成本 再來他需要 串接相關的體系 以及最重要的 他需要的人以及溝通 但是呢 這種案子其實累積多了 大家就會發現 其實這些經驗很難累積 因為每次都是一對到各個不同的大會 也許這個大會有經驗 但效益大會固定有經驗 都是case by case的累積 在業務大會上面 好 那所以唐鳳呢 在入閣之後呢 他就提到了 那其實之前呢 他協助過非常多 就我們平台做我們體驗的工作法 然後呢 裡面有一些建議是希望 唐出國安Data 讓政府更透明 然後收容無統一件的差異 也就是主持的工作 有充分的記錄協調 也會後續進行課程 那他們希望訓練的成績 就不是業務大會了 而是針對部會的次長 或是諮詢長的成績 來做訓練 最後他們希望有專制的朋友 來負責開放政府的業務 因為那個時候的院長 洗身院長林全呢 他就在第三個 跟四次用會的決定呢 提到部會要專人來負責成 和聯繫與協調 所以要指探除了公眾 公共熱程 熟悉政策業務 和網路工具的同仁來擔任 那所以這個地方 基本上就是我們的PO 就是誰來推動開放政府 那事實上當然這是所有的事情 但是我們也需要 願意參與政治或是 推動人民 跟分享食物金的公民務員 以及能夠承擔責任的政務官 所以我們使用 開放政府聯繫這個制度 那我們希望 這樣的一個開放政府聯繫 也就是PO Application Office 他們可以成為改變公務人 化身跟開放政府的種子 那所以我們在施行的明年之後 我們在2017年 把這個行政運輯 所屬的特別的機關 開放政府聯繫 其實要統一定而下來 然後他長這個樣子 裡面的大約大概是前面呢 他是在講說 這個開放政府聯繫 要有怎樣的一個公務人員來擔任 接下來呢 他可以是需要來排行運作 並且強化機關內部的動向溝通 然後可以釋需求的 來找相關的同仁 一起組成工作小組來共同協作 接下來呢 政策性的過程要充分考量 透明、參與、特殘還有這些 剛剛有提過的這些 開放政府的基本原則 那如果涉及遺憾關係複雜 或方意見分析等等的議題 可以再協助各個辦機關首長 提估是不是應該在政策規劃的前期 就用開放政府的原則 進行適當程序 那接下來呢 也說明了 他可以主動聯繫其他 機關的開放政府 聯絡人共同協作 或請這個相關的政府 來召開跨部份協作會議 接下來的這個部分 是規定我們的三級會議 聚會、約會人和協作會議 在聚會上是各個PO的長官去在一起 要向上管理 讓他們了解PO工作的內容是什麼 他們才有辦法去支持PO的工作 接下來每個月 PO會會聚加起來討論 我們最近發生什麼議題 接下來要處理什麼議題 以及最後面我們處理議題的方式 我們是用 目前是用協作會議的方式來處理 原則上每個月會兩場 那經過PO的約會投票 獲選為協作會 獲選要由PDs來舉辦協作會以後 就可以開始舉辦 和其他的議題都可以參加 後面呢 我們就會希望可以開放這些 有一些相應的專業技能 包含在政策前期 和各方面的關係的公共 那以及在中間呢 PD用主持的技巧 提升立體的討論聚焦程度 然後使用公民科技 來增進公眾的理性對話等等 以及最後要使用文字 自己相容聲音的方式 來公開政策溝通及行程的過程 所以呢 這是我們認為 我們希望他們可以具備的各種技能 包含主持的技能 轉移的技能 也就是讓民眾可以了解公共們這邊的東西 也讓公共們了解民眾的訴求 以及最後呢 透過這個紀錄的方式 讓大家來解 那PO-Ming World的運作方式 其實前面如果可以看到 它其實是包含了 對內聯合的部分 整合內部的意見 對外聯合的部分 是瞭解社會大眾對這個利益的觀念 與期待 縱向美國是上架各個機關的意見 以及然後向美國相關部會的立場 是相放的 那如果化成鼓的話就是這個樣子 用協助的態度 把相關的東西在同一個銀行 一次把它處理完 然後呢 它有權限可以直接跟副社長報告 它可以貫通上下 以及呢 用協助的態度來促進 政府內跟政府外的溝通 那這樣的人該放在哪兒呢 其實我們政府其實 很多大部分都長這個樣子 我們會有一個幕僚單位 包含中國的規劃師 或者是管考等等相關的單位 那下面呢 有各個不同的業務的承辦單位 那在之前的情況呢 我剛剛有提到的句話是 經驗難以累積都是 case by case 累積在業務單位上 這代表呢 請我們經驗是累積在這個地方 也許這個業務單位熟了 但是接下來這個業務單位 我們遇到它可能又很陌生 那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所以我們的開放這麼多人 會放在幕僚單位置的地方 我們其他可以透過它 輔導協助 未來會遇到相關的 每個業務單位 由它來告訴他們 開放政府到底該怎麼做 那所以我們推動開放政府的方式 就是從改變公務化開始 如果可以讓實際推動政策通務員 來讓火車頭 用更開放的方法跟心態的產業政策 長期以來就可以讓事情變得更好 也可以讓政策更好 雖然這件事情 短期內大家一定很少有感覺 但是長期下來 還是可以逐漸的感覺到一些行為的業務 那所以呢 我們推動的就是 讓不同部門的同任 有需求的民眾一起來協作 那當然這個過程的創新就有風險 這個風險就有政策點 就是航空來承擔這個創新的風險 那我們協作會議 剛才一直不斷提到 協作會議到底是怎麼開的呢 我們協作會議是什麼 事實上其實我們這邊有提到 我們的網頁上會寫 就是我們掌握了相應的理念之後 我們選擇的方式是協作會議 它是針對每個議題 每個人的理念目標都不一樣 那我們希望最終可以得到一個 會議產出 雖然不是我想要的結果 但沒有我對我的理念 還能接受的一個結果 那不好意思 字比較小 那我會唸之後的事出 都歡迎大家可以參考 那協作會議的目的是 希望可以建立一個 列期的會議平台來 協助公共議員主辦機關 來提取多元的意見 然後創造更多的對話機會 那最後呢 透過協作也可以讓大家 來形勤議題 那一定可能尋找特性的解決方案 那並且在這個過程 讓各個部會 逐步熟悉開放政府的精神 那這個議題很多 其實包含 換部會的政策協調 質詢系統建置 政策前行意見改善等等 那有些其實每一種議題都 呃 城市都不一定類似 有的是建設價值觀的衝突 那有可能是可以只能 來到的議程度有年輕啊 那再來有的是技術還要高的 這其實比較有一些進展 那再來呢 有的議題是公務員 是在規劃 但是民眾不一定了解 那透過協作會議 我們可以讓民眾了解 政府到底做到了哪 大概長什麼樣子 提供的民間意見 給這些公務員做規劃的參考 那怎麼辦 這場協作會議呢 我們這邊有包含六個步驟 一開始我們要先設定 那目前大部分的議題是來自於樂會 當然我們希望 譬如他們可以自己主動提出一些議題 但是目前大部分還是來自於樂會跟票選 那當目前為止 跨部會多元意見分歧 社會輿論關注 經常被創部體驗的這些屬性 還是比較容易被屬上來的 那再來呢 在確認分部的部分 需要確認主協辦機關是什麼 那主辦機關他導致 如果提案人 用電話的方式 解決他的訴求是什麼 那確認提案內容 他會議日期 那可能有些初步的回應 那協辦機關是出席會議 並且把相當的資料提供的主辦機關 來做 來幫助這個會議的進行 那這主要是因為 我們政府其實有非常多的意義 是跨部回應 這需要大家寫公開的協作 那再來呢 我們組織跟團隊呢 在這個過程 我們需要找問題的賣說 那我們包含呢 請相當的主協辦機關 提供相應的資料 包括其實很多時候他們已經有相當的立場 或資料 或者是他們熟悉的管體學者 那再來我們也會自己去尋找 這些相應的學者 那並且我們會請這些務會 把這些議題 會選的議題分析表 那甚至不同意見的好文 那我們會整理這個議題 接下來呢 我們會在會選會的時候 召開在會員會中 跟相關的工會 來規劃協作會的流程 確認說 各個工會 他們了解 一起的業務指導 範圍是長什麼樣子 以及協作會的流程 大概長什麼樣 議題的大概哪裏 是我們可以注意的範圍 最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是 還有協作會 包含 這邊就是比較多行政工作了 包含 確認開會通知 出席名單 進入議題手冊 相關的東西 那 會議相關再次確認 你會整個議題的了解 跟其彼此的認知 那針對大家 都關心的這個新聞 以來發想的能力解法 最後呢 這些討論的東西呢 就會由縱委來分析 內容 還下縱委的報告 那如果有可以參加的部分 就會回到 習政院的指揮提示 來進行 那如果沒有記憶的才識呢 這些東西 也有可以參采的地方的話 那就納入了政策行程 的過程 依照現行程序 來作辦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在這個會議中 其實我們會使用一些工具 那包含 在紀錄方面 我們使用的主次稿 以及直播 那直播其實並不是每天案都有 因為畢竟有時候 直播會讓部分理會者 作秀的動機 所以有時候還是適形化 來做這個直播印象紀錄 那工具單的部分是 因為我們希望可以通過一些工具 幫助 不只是公務員 幫助理會的民眾 可以有更好的討論 並且離親密體 所以我們這邊有設計師 幫忙對話來做的工具 那希望透過這個過程 讓他們足夠了解 這個開放的思維跟價值 那我們還有現場的工具 包含史萊套 史萊套 史萊套是會議的時候 輔助的工具 比如說各位現場可以 向史萊套來提問 以及呢 我們如果需要了解 大家的理解的時候 我們會使用 COINs的方式 來請大家各自的觀念 來做調查 並了解大家 大部分有可能在意的議題 可能是什麼 那用三句話來 終整我們的協作會 就是真正問題 來解決問題 這是真正的問題 那以及呢 我們會找提出問題的人 一起來解決問題 最後呢 解決問題之後 我們盡可能 補判官員留下紀錄 這樣討論不會重複 大家知道其實我們政府 很多時候 討論了很多議題 接下來可能又 不斷不斷重複的在討論 但實際上是 非常的套入更新 那我們希望可以 透過這些紀錄 讓這些討論 都會非常重要 那我們協作會的流程 我們會 等過程 我們會把這個 這個W3的這個想法 來做規劃 前面的問題盤點 那問題歸納之後 找到真正的核心的問題 確定問題的定義之後 再做初步的概念發展 那我們會希望 可以讓以前 政府常常是有了法規 到最後一度再來 詢問大家的這個流程呢 能夠回到一開始 先詢問大家 了解大家的需求 最後再來做這個 相應的反規 那說穿這個流程 其實坦白說 我個人會覺得 我們的過程就是 把一場會議 好好不太好 但大家其實都知道 那場會議 如果參與的人數太多 其實他的成本是很高的 因為每個人講話 的時間是不夠的 那個溝通的時間 可能沒有那麼的充分 但是如果 與會的人太少 很多人 很多意見 可能固定帶的進來 那討論的結果也固定 可以帶得出去 所以這個人數呢 其實他是有一個 很奇妙的一個 一個數字啦 人不能太多 但是你不能太少 那在這個狀況下呢 如果 這是這個陪伺團定理 如果我們讓 假設 有一群人一起參加 對大家來討論的時候 如果大部分的人 他們做對正確選項的 機率是比較高的化 越多人比會 其實 會議的結果 是越能夠 達到好的一個結果 那在這個樣的狀況下 我們怎麼幫助大家 做好決定呢 所以我們主要引入 適當利害關係人 盡可能讓大家 擁有足夠的資訊 來做討論 盡可能讓這些利害關係人 可以提供他們 不同場域的經驗 以及透過平等理性的討論 來幫助大家盡可能的 做出好的一個決定 當然 我們的會議 並不是十全十年 其實我們也面臨了 許多的挑戰 那剛才我提到的是 我們人數的限制 那我們 目前 考慮到一個人 可以發展時間 一個小時的會議 大概最好不能多於 40個人 那他最 而且還有一個限制 他最寶貴的對話過程 卻能夠文字報告 或多於傳達的方式 傳遞 結果呢 就是只有 參與協作會議的人 才能了解這些 完整的討論過程 那最終 導致寫作會議的成果 不一定能被完整的傳達到 比如說 呃 傳達到民眾的地方 去改變民眾認知 也不一定能夠 讓 呃 上面的 比如說 政府官 了解我們 討論的過程 來讓他們 參加這個 討論的結果 那以上這些東西 我們都寫在了 我們的開放社 很多人完全自然 這個網站 那 那 提油.ptis.pw 歡迎大家參考 那 這是我們的團隊 那 這裡面包含了來自各個 會議員 以及我們的團隊 那 我們是行政工 數位創新工作 那我們的工作呢 其實都放在上面 包含的成果 我們都寫過路的 在裡面 那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先 介紹你介紹之後 接下來我們是經歷一台的時間 那 呃 余潭的同事 是我兩位同事 一位是 TDX的專業部門 張芳瑞 那他主要是 會負責規劃跟設計 跨物會人為主的 多方關係 還有我們的寫作模式 跟流程方法 以及工具 希望可以促進 公務體系的開放 的話 進門討論 整體處去感染 複雜社會問題 那 另外一位是 馬克在軍艦 那他其實是一個 改助工程師出身 他是做資安的 但他其實想看看 政府的資金系統 有沒有可以放上網 結果不小心就 調到這位主持殼 他其實是 也是很厲害的 一個主持人 在寫作會裡面 跟他的助理主持 那 那 我覺得我們先 邀請大家上台 兩位上台 整張多數 對 整張多數 那 這個 有 這個感到很危險 有 可以 怎麼放開 可以 放了 請 這個是 這邊請 這邊請 好 好 其實我們 這一開始 想跟大家討論的問題 其實是 其實我發現已經很快被維持的問題 是我們協作會議談論出來的成果 到頭來其實 我發現歐機關 他都在等院長要財事 如果院長要財事的話 其實好像就不會有相應的成果 那我個人會認為 這是我個人認為 我個人會認為 目前來說 因為來委會的人們 其實他們沒有辦法負起相應的政治責任 這個政治責任必須要由 政治人物來做相應的負責 因此協作會議的成果 就如同其他的公民餐一樣 其實政治人物是有權利 可以說父母 也就是相應的人物他其實是可以不用產用的 那當他說不的時候 他要負起這個 其實接我的責任 的政治責任 那當他說他要採用的時候 他也要負起相應的政治責任 他不能說 這個東西是人民來討論的結果 我就是參財啊 那其他的什麼責任 我就不管了 這是不可以的 為什麼 因為那些人他們是沒有辦法負責任的 他們只是來開會來討論 他們並不能因為 他們討論出來的政策 也會有人被罰錢被強法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那我們知道方柔不一樣的想法 方柔要不要說說看他們的想法 我覺得決定 真的只能交給政治人物或者是政務官來決定嗎 好 妳要說妳要做台 再把台 再把台 這這段話其實我們 自己在私下有討論過 然後 上來這邊講好像對於有點卡卡的 對於對於講就很簡單 好 對於是不認識 到底要再講一下 就是我覺得 這種 一定要有政務官下台吃嘛 這些事情剛好 比上大家能夠遇到 就是負責的一些事情 然後妳剛剛有提到一句話就是 參與的人他們不用負責 但是為什麼參與的人 不用負責 我會覺得因為參與的人 他負不起那個責任 為什麼 或者是他沒有辦法負責 因為這支人物的負責是 他可能下台 他再來沒有工作 或者他再也不能再參與 這個後果是相對嚴重的 那一個人他只是來蓋個問題 他負不起這個責任 你不能說 欸你本決策有問題 要追你 就回去後你本票先簽好 然後正正的問題的時候 我就沒收你失望的發言 這樣子好像是還OK 我在想這個負責或會是 不是這麼簡單的 就是一個正正的無想台 或者是你開個會 然後就離開 你可能沒有簽什麼東西之類的 但是如果你回到每一個人 他在一個團體裡面的討論 或是 不要說他在團體裡面討論好了 就是他做的任何一個事情 比如說我今天跟你講 我現在在今天說話 可能都要對我做個方式 這件事情不是 我來開個會 然後我講完話 然後我進去一個比試 就是那個負責就想說 可能每一個人對負責的問題 跟這件事情的效度 都不一樣 但是我是覺得不用因為現在 我們的制度 是因為這個樣子 就是要某一個人出來 然後他要被這個責任 然後他做不好 他要下台 因為每件事情 他做得好 或者是說不好 都不一定是 那一個人本身的責任 就是一件事情的成敗 如果像我們有時候 在同一集的時候 我們不是會去收集不同的 跟這個議題相關的 不同角色的人 聽他們在想什麼 然後去對其每個人 對自己議題的想法 那就代表說 其實一件事情 他放在這個社會裡面 他的生態系 其實是很交織的 就不是說 我看到這個樣子 這個人下台 然後其他人 好像都沒有事情 可是我們如果 可是因為我們的位置 是在行政院 那坦白說 如果我們的協助 會開得不好 或者是有問題 我們如果今天 產出了錯誤的建議 給院長做出錯誤的財事 那產生的結果 是無故的人會受 那你現在在講 是另外一個事情 我們剛剛在講的是 就是負責 還有一些人之間 就是自己的模型 對 那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產出的政策 是會讓我們受害的話 這個責任 那些理會者 真的干得起嗎 嗯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問題 好這就回到 我們怎麼去定義 來參與一次 討論那個人 因為我們 如果前提是 我們希望這個討論 是多元的嗎 然後每個人都可以 抒發他 看到我們的A面 他可能受傷害 或是會被影響 或是他討論的那一面 那每一個人 他說出來的東西 有可能有些是 會成縮的 有些是剛好一定的 你可以取悟嗎 剛好成績的 你說以我們過去 做過的案子嗎 都可以 大家都可以 大家懂得 有準備好的相關案 如果需要的話 我們其實這個可以拉起來 你說那四次案 四次案 四次案 好 就是如果以之前 我們做過的那個 監視器的份案 好 就是那時候 那個案子的原本的訴求 就是希望 呃 在中小學 中小學嗎 還是小學 要嗎 要裝 要裝檢視器 有為 幼稚園 對 是幼稚園 是幼稚園 就是在幼稚園 要裝檢視器 然後那時候的訴求是 希望 在幼稚園裝檢視器 沒有啦 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 他整個背後的理念是這樣 就是 前一陣子 應該是 幼稚園裝檢視器 應該是去年 年中 在前一年 大概三四月 四五月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 兒兒 略避典 就是那個 幼稚園裡面 打小孩的很多 對 然後 然後他們就覺得 這樣不實加實在太可惡了 所以他們想要裝檢視器 對 其實 大家如果再多想一點 你就會發現 呃 在幼稚園裡面裝檢視器 有幾個 一忙一忙一忙 比如說廁所 那 你老師 看到那邊有檢視器 你會想打這小孩 你到底會怎麼做 你當然不會去廁所打 對不對 所以 所以其實 這個討論 這個 這個 這個提案其實是一個很激烈的過程 就是 他情緒起來了 他就停了 然後大家的情緒也被他煽動了 因為最近實在 社會新聞太多 其實最近也蠻多的 最近也有拿湯匙打小孩 不是湯匙 那個湯匙 對 那 呃 所以在整個現場討論的時候 其實就會變成是說 呃 因為面對面的溝通之後 會變成大家比較冷靜下來去思考說 其實 其實 就是 你裝監視器之後 老實還是 想要大家想來還是有辦法 而且 他的工作壓力會變得更大 所以 他更容易造成人緣 那其實這個問題 並沒有被解決 那我們 其實就是創造一個這樣的環境 讓大家可以聯繫 對 我大概講完這個 案子的背景 對 那 但是我通常講到有個更好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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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搭配大家的請問 還是講一下 我們先講完監視器的案子 那時候都會有人的立場就是希望 要抓監視器 因為他的認為是說 有些證據 你 雖然事後發生這件事情 但是有 有些人他會需要 想去調理監視器來看 當時的狀況 那有些人會認為 先抓監視器好 是因為 他可以有 就是後續 他可以做一個證據的管理 那這個很合理 但是有另外的人 認為說 不應該抓監視器 因為這個可能會侵犯到 大家的隱私 這樣子 那他也講得很合理 這就是 或者是 不同的 立場 我看到不一樣的事情 我講出來的東西 是這樣子 那其實都是很合理的 那我們要講解的是 大家分別在意的是哪些事情 他看到什麼面相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在 這些不同的面相之後 可以去 去好好對話 去互相理解 然後找出一些 我們可以接受的加持 但是這樣 所以但是這些事情 要呼應到我們剛剛講的 人的東西 就是你剛剛在說負責這件事情 就是政務官的人 然後你剛剛談到案子這件事情 然後其實要講的事情就是 我們 你看這些在討論的人 他們會講出不一樣的關係 那有可能 講出一個東西的人 他是政務官 他在意這個 這個觀點 但是另外一個人 講出這個觀點 他可能是因為這件事情 會受影響的人 但是因為你剛剛出到 政務官他要負責 然後他可能 他的話語學或什麼 就會 他的那個權力關係 其實不太有 在這個自己的形象 然後我要做的事 就是其實每個人 對我來說都是很重要的 我在看待這些案子當中 我不會因為說他是政務 他是 他是某個部的部長 還是他是誰 我們會把他們的比重幫助 因為我看的就是 他們講出來的東西 所以所以最後的才是 這個就回應到 那就用起來做決定 對 那為什麼人民不能做決定 你可以說 因為我們選的 這樣這個政府 然後他們做的東西 他們做的東西 我們就要 呃 我們就要買單 因為這是我們用選票 選出來的政府 這樣 可是背後的問題是 因為呢 你有授權給蔡英雅的政府 然後蔡英雅的政府 搜權給蔡英雅的政府 然後 或者你有授權給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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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下這個決定 對 可是這個人民他 並沒有被這樣授權到 他好像能不能做這個正當性子 不足 那你想像中 如果大家可以一起做決定 那個模式帶來 所以你認為 正當性是一定要透過選票 拿到選出來的人 他才有正當性 一個被這件事情影響的 比如監視器 一個幼兒園 他的媽媽 然後他的小孩 在學校可能 可能受到一些 最好的待遇 然後他想要 他理由他的話語權 他有他的正當性 為什麼他的正當性 為什麼他的正當性 會跟一個正當的正當性 會不一樣 因為他沒有被選票選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爭解點 為什麼要被選票選出來 你才有正當性 可是因為有充分的授權 當他制定的政策 他才能說他代表人不成功 所以那個授權 為什麼你會認同這個授權 你就滿意 好問題 對阿 我覺得是這樣的 方園剛剛講說 每個人 你都可以 做一個決定 然後 他如果這個決定 是有正當性的 好 那 我覺得 我覺得這 把兩邊架起來的思想 就會變得是 方園你覺得那個人 他沒有代表多少人 然後行政院長 背後代表多少人 真正 這其實是 對 假設今天我們可以 由全民一起做一個決定 那 民眾當然可以做決定 比如說 選舉就是這樣 全民一起投票 投票完之後做一個決定 你說那個決定 是不是全民要 承擔責任 全民可不可以承擔這個責任 這個就是 所謂的 由全民居下採事 不是由政令官下採事嗎 對不對 但是這個也不是一個 這樣的 當然當然 因為他並不是一個公視局 他是一個 暴力死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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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是一個死殺的方式 好 其實 好 我先隨便講一下 因為我發現台下雨 很快睡著了 不是 對 聽你們講話可能 可能 可能我們提出來的問題 不知道我最想要問 我們來看實在怎麼 好 我們民場在辦公室 對 我們民場在辦公室大概就是 位置這樣 然後我們今天有一個目標就是 希望可以懷疑辦公室的那個 那個頭二的狀況 對 所以其實 這幾個問題 可能是採在一起 包含 協作回憶的結果 就包含要採通 然後協作我們的 東西 我們可以說 不好意思 你可以看一下 左下角應該會有一個 可以 可以 還是 下面那個 第二個 第二個 對對對 這套制度 這套制度有公務員很抗拒嗎 你們會怎麼解決這些阻力 這個問題其實我們坦白說 我們這邊 常常是 當我們知道要開協作會議之後 我們去跟公務員談的時候 我們發現業務檔會通常是對協作會 開放政府的 因為我們這套制度是非常陌生的 那通常這個時候他們就會蠻抗拒的 然後 抗拒會有各種理由 比如說 比如說 他覺得他 這個東西 我業務已經很多了 為什麼他要來增加我的工作量啊 然後我就是不懂 我在想什麼啊 我覺得沒有必要處理啊 等等這些東西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個開放政府 以後的位置其實都很重要 因為他們通常在於 中規式的位置 而且他們 往上很快就是次長的授權 他們的位置夠高 他們可以去 用公務員的方式去協助他們 來做這個改善 好 那 我們讓Q了回答 我回答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就如同剛剛一開始的自我介紹 其實我一開始本來是想 經營公務員幫忙改善資訊系統的 但是我完全沒有想到我要來做這件事情 好 但是我自認為我在公務員做改善資訊系統 這件事情做的 做的比我在做開放政府聯絡人成功一點點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 我有回頭客 就是我在幫忙的公務員 就是改善資訊系統之後 會證 他們又要新照標 或是有新系統 要做的時候 他會回頭來找我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成功 我覺得這是一個成功 那我們公務員的這個 開放政府聯絡人制度 目前回頭客人機率滿低的 不是沒有 但是滿低的 那畢竟我們 請他們才要這套方法來看的話 整個長期 一定要看長遠的才會有幫助 你如果看短期的 絕對是假扮 對絕對是這樣 那公務員很抗拒 我們要怎麼解決這些主題 我個人習慣的做法是 算你這樣講很怪 但是 就是陪伴 對 我必須坦白的講 就是 從一開始我們講說 我們是公佛的公佛的時候 其實就有人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今天跳槍球別人 多做一件事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自己多做一件事 不然的話其實 誰要跟你玩 對不對 那 我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自己才選的態度是 我會跟 我會跟承辦人員去 談說我們怎麼做會比較好 那 當我們都認同說 怎麼做比較好的時候 我們就往那個方向做 但是 你往那個方向做 勢必要多做一些事情 的時候怎麼辦 那有些我來做 有些他來做 有些是回辦公室來做 有些是業務單位來做 那在這樣的合作模式下 其實反而比較容易培養新人 那 如果說你是依照 傳統的 下財事 然後常常做 當然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這個事情會順利的完成 沒錯 但大家做等級不敢警員 那他也不會回頭來找你 所以你不會回頭客 就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解決這問題的方式 我覺得是一起做 然後要長時間的陪伴 那你就會有一種默契跟 跟信任關係 跟情感之類的 當然不是很習慣這種情感 對 大概是這樣 對 我也覺得是陪伴 我常常 就是 一開始 真的啊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 要建立的一起工作的這個關係 有時候是 要去幫忙做一些事情 然後 讓大家開始覺得說 你真的可以幫忙先忙 然後 再慢慢的 建立這個合作 所以真的是 要很長期的溝通 跟平安 對 其實看得出來 你們在 翻譯各位的過程 一開始我們請他們提資料的時候 那個時候 通常是比較抗拒的事 然後等到我們 開始整理完資料 然後 開始在會前 會跟他們提見 我們的資料的時候 欸他們的 他就覺得看得到很多 然後而且他們會覺得說 我們對你法系 要做很多功課 然後 看到解決這問題的狀況 那最後看我們協作會的時候 我覺得 比較 比較覺得 可能是解剖吧 那基本上這幾場 大部分的基調 大概有點折 那其實 旅會的民眾 其實也蠻高興的 所以 目前是這樣 那只是說 那個過程其實還是 工作量還是真的蠻大的 而且其實 坦白說 我們協作會 以其說我們真的 發想出什麼新的解放 還不如說 我們很多時候 其實是在 大家有玩過 採地雷嗎 採地雷 你預測那個地方 這個地雷也會插個旗子 我們其實插了蠻多的旗子 在公共蠻多的 那這個旗子 其實 對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效率 至上的人來說 你可能會覺得 那個沒什麼效率 對 你花了很多時間 你只是在 解決一些味道的蛋 例如是 很多時候 那個 查出來的結果其實 跟大家是類似的 那這個部分其實 欸 剛好可以幫我切換到 下一個透明片嗎 其實那是我們看到的一段結果 下面 欸 下面 然後最後一個 不是 最右邊那個葉前 這個 對對對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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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 很好玩 是 我們其實 談出來的結果 大概都是這樣 政府想要執行的其實 大概在這裡 那 其實 以我的經驗 我覺得 我進公務門工作了 一年多 我覺得其實我們的公務門 都蠻專業的 所以其實我們最後看出來的東西 都蠻接近公務門的東西 但是 有一些政府想要執行的東西 避雷 我們把它拆掉了 然後 呃 我們把這個圈圈呢 哇 這個人民跟侠利害關係 建議的部分 多抹了一點點 那這其實是我們常常看到的結果 那如果我們今天是個效率之上的人 你就會覺得 喔 我花了很多紀念時間 結果 大部分東西還是相同 那我 花這個時間幹嘛 那這個時候就 比較會我們看分別價值 大概是這個 那請再幫我先回事 謝謝 好 那接下來 另外一個是 針對寫作會議要由誰下載 是誰負責任這一題 三位在台上討論 就是你們工作時 會出現的討論狀況嗎 是不是也可以讓台下的聽眾 演練一下跟你們的參與感 好啊 我覺得也蠻好的 有沒有人對這個議題 有自己的看法 或想法 我先 沒有人的話 那我先把你考慮 這樣子摸進頭 是不是要帶過去 是嗎 嗯 你好 就是我先直接講回一題 然後還有其他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講說 我想就苛責 從兩個角度來回憶 我剛剛講的 第一個是說 對於政治 就是你講的政務官而言 那如果今天你原來PETIS 最後訓練的是一個幕僚單位的話 那假設是單一部會裡面的內容 我說我這個首長 我就不允許我下面的PETIS 不允許他的PO開這個會的話 那PETIS這個東西 就完全沒有任何的所謂的參與能夠進來 因為我就不想要做這個事情 我就不要讓我們部門來開這個會 我也下令我部門不要開這個會 再來是除非今天跨部門的時候 有部會首長要對幹 我就說我要發一個部門的會 然後你這個部門不想要 也是你飛得進來 然後你要做什麼事情 你都要被紀錄 然後你要做很多蠢的事情 都要被公幹的時候 那就是除非有願意 部會首長 我這邊本來就要對幹 不然也不會有待遇任何的參與 參與的機制 那就更不要講後面的苛責 所以我就講說 第一個是對政務官的苛責 像PETIS演練到最後 這個幕僚單位 也沒有主動的苛責的作用 第二個是由下對上人員 你剛剛一直在討論說 到底如果不是部會首長的政務官 是事務官或者是公務人員 到底不會苛責 那我個人的想法是 他不是本來就應該要苛責嗎 我們的公務人員的文化裡面 其中一個很大的BPP 就是一個公文蓋十個章 所以要嘛就是十個章 通通沒有人有責任 不然就是最下面那個人 最下面那個菜鳥要負責 上面那個最高的首長都不用負責 這莫名其妙的一個事情 這不就是我們要講的嗎 那比方說好了 如果我今天開一個PETIS的會議 有一個裡面很大的人來參與 比如說就像今天的那個 張景深出來講說 罷工是違反勞工的這個 他沒有權力出來罷工 一個這麼高的一個資深的公務人員 然後進去在這個會 講一個完全沒有 不管是政治錯誤 或者是專業錯誤的話 然後他裡面的話 紀錄透明之後 他不用被苛責 那我不曉得 那我們公務人員懲處 不是要講說他有沒有做錯事嗎 所以我說我講的第一個 針對你們這個科責 我是想從上跟下兩個角度 來回應這個問題 那有沒有人想要 對這個議題 講一些自己的看法 或什麼的 如果沒有的話 我會想出一個人 就是那個天生 對這件事情 有沒有什麼看法 所謂的政治責任到底是什麼 突然被Cue的 平常在學校教授 就是我Cue的家 突然被Cue的 好 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 其實政治責任這件事情 我覺得PBS他在討論的議題 他到底是不是都一定有 上綱到一個政治的一個程度 因為我們一般都講說 政務官他要負的是一個政治的責任 可是問題是說我們討論的東西 如果說他只是一個聊天 像一個一般事務性的東西 他是不是一定就是要政務官跳出來 政務官他是不是 他一定要連這麼小的事情 都要來做一些負責任 我覺得這是可以去思考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政府機關裡面 其實都是會討論 都是有一個概念 就是要分成負責 對 那如果說什麼事情 都丟給政務官的話 我覺得這政務官 可能很快就會消耗掉了 所以 事務官他在某種程度上 應該也是要扮演他的一些角色 只不過問題是說 什麼樣的議題 他可能是由事務官來負責 那什麼樣的議題 需要到政務官 就是可能要去把那個標準的發展 找出來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好 非常感謝你們的回憶 那 還有人想要談這個議題嗎 那沒有的話 我們可能針對剛才所謂的 負責這一塊 你們剛剛有記錄嗎 有 有 好 第一個就是沒有主動課責 因為公務人員常在裡面 課責 概章其實是一個當責的 的 還是你說一下 其實我記得有提到一個是關於張景森的那個事情 我只是舉個例子 就是說裡面的他假設是 你們剛剛討論的重點是說 到底一個純公務人員或是純事務官 他不是政務官的話 他也要不要負責 那你剛剛的論點是你認為他不應該負責 他只是去開會 然後就是我剛剛聽到的 所以我才提出一個argument 是說 那我覺得他本來也應該要負責 因為如果他是一個公務聯會的事務官 在這個會議裡面 他做出了錯誤的專業判斷 或者是他做出了 他自己偏向的一個政治性的選擇 一定都有正式 不要不要說話 一定有個政治性的選擇的時候 那最後這個政策被檢討的時候 我們應該檢討說 中間那個幕僚會議有沒有錯誤啊 除了最後該當簽字的那個政務官以外 那就像剛剛講的分承負責的責任 是有些小事情 可能不用進到行政院院長 那就是下面的就解決的時候 那最後還是要可以來檢討這個事情 所以我想提的是這樣的概念 那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用很狂風的方式來回應 狂風的方式來回應就是 因為我們有族製紀錄 都會留下所有的紀錄 所以到時候回去翻族製紀錄 你就會知道是誰講的真實話 那誰該負責就讓你來去促成 這是他的藍藝人的想法 那我幫他們別人想法 那我幫他們別人想法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應該不知道在說什麼 我覺得 我覺得 這個 這個 課則 課則我覺得在每個人心中的 定義可能不太理到 那 假設 我以前 我以前 如果是我在當中討視的時候 我看到課程這兩個字 我一定會覺得說 這個就是 你做錯了決定你負責嘛 他做錯全心卡負責嘛 那其實我們也常常在 我也常常在跟宇昌聊天的時候 聊到說 為什麼叫做官才可以負責 然後宇昌就問我說 他可以下台啊 我說他下台 然後後來又怎樣 他是不是還有機會在上別的台 他是還有機會在做別的端 他的政治生態會因此而毀掉嗎 其實不見得 那他真的為什麼下台這個工作 他可以負責 對啊 那其實我覺得 反過回來 我自己的思考是 我覺得 公共政策 不管是大政政小政策 只要做錯了 其實沒有人可以負責行完全的責任 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 所以 對我認為 對我而言 這個課程 其實並不是要去說 這些事情做錯了 是你的責任 是你的責任 而是 我們要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 當初會做這樣的決定 當初那個討論的氛圍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那為了要完成 進入這個討論的氛圍 跟他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我們 用了 比如說竹字稿 比如說錄影 完整錄影 比如說直播的這種方式去 去記錄 對 那這個是我們認為 開放政府裡面的課程 因為 我會覺得說 公共政策是沒有人 是沒有人 是沒有人 因為他印象的質面太大 是沒有人可以 以一己之身 擔任 承擔下這個所有的責任 對 所以 那但是 當 每個人在做決定的時候 他知道有主制紀錄 他知道有錄影紀錄 他知道有完整的紀錄 每個人都可以往回追到 就像公務員在蓋上一樣 為什麼他蓋上的時候要很謹慎 因為他都知道他被追得到 對 當每個人在做事都知道 他被追得到的時候 他就會額外的謹慎 那這樣的話 做錯決定的期率 是不是就會下降 那我們讓很多的事情 都可以被完整的留下紀錄 包含政治討論的過程 政治決定的過程 都可以完整留下紀錄的話 那這樣子 不只是讓每個人在做決定的時候 都會更謹慎 而且讓 後人知道說 這個決定是錯的的時候 他可以往回追溯 當初為什麼會錯 以及當初討論過了什麼東西 那我們現在就 比較不會容易再做出錯誤的決定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 所以其實 誰負責誰負責 這跟我心中的課程 這個概念 可能是不太一樣 大概是這樣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這種想法 對 我可以接受 所以拉到我剛剛講的就是 就是 有人覺得說 好 那我先把他賣給你 一個人常來參與 會議討論的一個方便 可能會受誰 這個職場的人 跟一個職場的人 跟一個職場之間 他們的角色 不會以為誰 情或誰重 因為在我的理解是 我們都把大家看得不是很重要 那如果 又搭配剛剛 你有講到的主持稿 其實主持稿 主持稿就是一個方式 可以幫助我們 主持稿 可以跟人講的一切 所以你會知道 說有時候 一件事 討論 他會有一些 進程的發展 比如說誰說什麼話 然後大家就可能會說 欸我覺得這樣 然後就會 往那個發展前進去 那那些紀錄 其實都可以 讓你看出 為什麼這些事情 後來會變成這樣 是因為某個人 想不想 然後其他人 一起 負荷 然後就慢慢 變成 從那樣的方向 那如果是 以主持稿 作為一個方式 來記錄 大家 當者 的這個 一切的話 那未來再看 主持稿的人 就是可以去 克責那些人 所以那些 負責的人的對象 就不一定會是 只是 這些 政官 有可能只是一個 民眾 大家講了一句話 很覺得 硬性的影響 我們那天投入的結果 那他其實也要 為他講那些 負荷責任 我一開始要講 我們一起去負責 所以我們是覺得 每個人的責任都一樣重 那你然後讓你怎麼樣 誰可以去當責 誰可以去 後續去做課的 那都是可以 有一些方法可以去處理 可是我就是擔心 那是一個的人 會有一個詞 就是你憑什麼 來看這個回憶 做這個發言 然後最後你想到 那個權益 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 那會不會 那個人 他應該要交出一個好 可是他因為無窮無盡的人 要進來 可是我們又沒有那個空間 跟承擔 來負荷我們窮無盡的人 那就變成我們的價值要選擇什麼 我們要花更多成本 然後讓大家的意見都可以容納 還是我們要接受消滅 然後捨棄一些人 得發點機會 那個就是 我們要把什麼價值放在前面 我們就會犧牲掉什麼東西 我們先訂一下 你們在看 我嗎 對 還是你要繼續聽我們 這樣打 那你之前呢 就是剛剛有提到的 是有什麼 我覺得 有跟我 應該是跟我想要有點選擇 不好意思 今天有點睡了睡了 睡了不著 趕快有點短 沒有啊 他中間整理得很好 就是那時候 就是剛剛那時候在想到的是說 就是 我們在講克責這件事情 可是 其實克責或責任 課與責任 其實責任是有很多種 像剛剛可能 應該是方仁小姐提到的 就是 用一個例如說 可能是他政治人物 還有一個人他可能有必須要有面對政治壓壓 然後下凱德 這樣的一個責任 他可能要負起這個 決策什麼責任 可是 當 如果在一個人要有組織搞的會議上面 他講 如果有一些人真的講了一些 呃 他可能就是講 假定他可能只講無負責任的話 他又說 他可能餘不經典死不休 那他是不是他其實也要負擔一些 責任 尤其這個社會 誰不然那麼會 公審啊 就是這種話 還是有可能會被丟出來說 欸 當初這個人會說 你們其他人的死我都不幹我的事 這種話 這種話的感覺 是不是 如果真的有一些錯誤的人 就是真的有一些 後面被 覺得是錯誤的原因 他會不會其實也要 不好意思 就是 他會不會其實也要負擔一些 他是不是其實也會被抓出來 就可能要去負擔什麼 而不會是 全然的 都是 可能都是 那個一個政務官要去負責的事情 那時候我在想的是這個 然後我另外一點是比較好奇的 就是剛剛最後在討論到的那部分就是 因為開放的精神 應該是一直不斷的寒容很多人進來 我們希望的是 不只是 跳脫機關本圍 跳脫的是 可能是自己思考的那個 就是一些 就會鑽死腦筋嘛 有時候想都想不到別人怎麼想 那這樣的包容的過程 就是要不斷的把 把 讓人能夠進去 我想說 就是提到就是 剛剛提到這樣的一個煎熬 是怎麼 因為剛剛你提到就是兩個 六點的真點啦 效率跟 跟 跟參與意見的 成本跟品質 或是代表性的問題這樣 是是是 這其實是一個 我這邊算是有 我覺得是有 我們的難題啦 就是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但我覺得方瑞 我們有不同的意見 就是 我們其實 我跟方瑞 我們之前學這一套的背景 是來自於不同的地方 當然我們都在這個地方 做類似的事情 那 我會發現其實 在 神醫民族的這一塊 其實他會蠻 在意這個代表性的問題 但是在過往 在設計的這一塊 他們可能比較沒有 比較沒有在討論這個 代表性的問題 那當然這個背後 可能包含了 我們的神醫民族 討論場是 政策的東西 所以 我們會 一直會問的一個問題 就是你聽什麼去開會 你聽什麼 決定我的 人生 或我的命運 那這個時候代表性 跟這個相關的責任 可能就會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東西 也才會有所謂的 權責相符的這件事情 那但是 這地方就是我們 可能觀點不一樣 如果你說的那個設計 是在指我的話 像 我其實沒有不重視代表性子的問題 但是我跟中式多元性 我相信中式多元性 跟把時間拉很長 是 這是我可以接受的事情 但是我本身沒有很長的時間 我知道 但是我可以接受的是 我希望有多元性 然後時間拉很長 那這個其實 你就可以拉到一個代表性 想要補充那個多元性 好 我講一下 其實 剛剛 好 好 我們協助會議的意思是 強調的是 多元性不是代表性 那原因是因為 協助會議上面 從來不下才識 他不會下決定 他是要提供資訊 讓 讓就是 呃 本來在指這個業務的公務門 有更多的 更多的資訊 以及 讓抗爭最激烈的民眾 跟公務員 有所交流的時候 互相體諒彼此的難處 對 所以溝通跟 充分的資訊 這個是我們的 協助會議的一些 重要的元素 好 我看到法瑞他這邊 已經準備好一個例子 就是剛剛那邊講說 就是 呃 一個是效率 一個是 一個是 多元性 一個是 沒有強制代表性 跟多元性 那是效率跟什麼的重複 不好意思我也沒睡好 成本 成本跟效率的同樣 那 法瑞這邊已經開好一個 新聞 GNB News 他就是說 為了蓋一條高鐵 英國人 花了七年 給了明溝通 對 這當然是另外一個極端 這當然是另外一個極端 但是我相信 在政府台灣裡面做事 是 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 我們曾經有一些 寫作會議的主題 我們拉得很常來看 比如說 大家如果 有 再看 我們的 如果可能 我不知道是那邊上了 有沒有 我們有討論過新一代的健保卡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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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他 對不起 我們有討論過新一代的健保卡 新一代健保卡 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比較嚴謹的在處理這件事情 對 當然我們總共開了三次請說 我們 你說為什麼是三次 因為 因為那時候時間點大概是在六個月 六個月左右 然後 我們希望可以在年底有一個 不要 不要收頭影片 我們希望在年底可以有個結論 那當然這個 所有的希望都是來自於 比如說 業務單位可能 對這個議題已經處理很久了 他也覺得累了 那你再繼續說下去 其實 他希望 先有一個結論 到一段多 但是你說 後續可能會有一個活動 再修正再經濟 當然是可能 但是他希望有一個明確的 明確的狀態 我相信大家在做事情的時候 也都是這樣 他有些事情一直做 一直做 但是都 你都看不到結束的一天的時候 你會希望有一個小目標先達成 對 所以那時候我們選定了 就是三場協作會議 那還有另外一個案子 就是 報稅系統 這也是我們整天在講的 對 報稅系統這個案子 我們也是開了三次的協作會議 那 為什麼我們開了三次的協作會議 是因為我們希望讓 多一點的人 來參與這個 參與這個 報稅系統設計的過程 就是剛剛講的 效率跟成本之間的取捨 對 所以我們也是花了三場 那時候為什麼是三場 同樣也是因為時間的壓力 對 比如說我們從六月開始開 但是 九月 廠商就要開始開發了 所以我們中間只有三個月 所以我只能開三場 類似這樣子 對 那 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 效率跟成本之間 是可以做一個取捨的 如果你認為這個議題很重要 你就開好幾場就好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 為什麼PDs不這樣做 PDs不這樣做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開協作會議 除了 嘗試可以解決問題之外 我們有另外一件事情 很重要 我們想要讓公務員習慣 以這樣的方式去考慮議題 所以 我們為了 讓公務員習慣 以這樣的方式去考慮議題的時候 我們會選擇開一場 開一場 開一場 每一種議題各開一場 那 他如果從這個經驗裡面 學到了一些東西 他選擇 這樣考慮議題也是不錯的 那這樣我們就成功了 因為他後續他就會自己跑 他會自己找多光力 還有一些人去開屬於 他們自己的協作會議 當然現在只有少數的部位都這樣做 對 因為 因為大多數的案子落在少數的部位 正常是80%的 80%的案子落在20%的部位 有些大部分就是特別忙 對 那有些 有些部位就是一個案子都沒有 因為他的業務可能非常的 非常的特殊 比如說中央銀行 比如說陸侯博物院 那他可能就沒有太多 跟民眾一起討論東西的案子 對 當然你要印記他有什麼主題 他當然有啊 當然有那很多 對 但是他們可能比較不會上新聞的託版 因為做了我們決定 然後上次新聞的託版 他們比較不會因為做了我們決定 然後就以平台聯署就馬上過五千 然後他就要出來回應 他們通常不遇到這種情況 對 所以我覺得在效能跟 效率跟成本的抉擇的時候 可以看案子來做決定 但是Finis的決定是 我們選擇每個議題都只開一場寫作會議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想要讓更多的公務員 來經歷過這個寫作會議的這種模式 對 那很多的公務員其實是經歷過寫作會議的模式之後 他才知道原來民眾不是妖怪 就是 因為原來民眾不是很可怕的 跟他面對面溝通 他是被理解的 對 然後也可以從民眾成長 學到一些平常我在思考的時候 沒有想到的事情 所以我們是為了多讓民眾 跟公務員之間 就像我們應該講的要建立故企 要多共同 所以我們才會選擇每一個議題 是開一場寫作會議 大概是這樣子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我每次都要問誰去 好 好 老虎超棒 那我們就往下走 好 再來是創新的過程中 礦物門能合作很重要 除了做礦物門的溝通外 怎麼說服公務員的機關 放下手邊的業務 以及放下手邊的KPI 來幫我們做創新 他們的音 Sense key 是什麼 他們沒有幫我們做創新 他們沒有幫我們做創新 他們已經沒有幫我們 我們是要一起創新 那這題的 然後 想要知道公務員 為什麼要跟我們一起做這件事情的誘因 因為我們是創新的公司啊 哈哈哈哈 那不是誘因 我覺得這個是蠻強烈的誘因 因為我們只要拿誘因 因為我們只要拿誘因 他們覺得很緊張 不是我覺得那個是 怎麼說服公務員 放下手邊的業務的方式 因為創新的公司 他就要做 他就得做 雖然我們不喜歡這種公司 我們辦公司很不喜歡這種公司 但是實際上 就像我們 我再次舉個例子 好了 我們辦公司曾經發過 我過去跟他講說 請你回報說 你有沒有這個東西 有沒有某個東西 如果沒有你就說 沒有 然後我們發給你32個部位 沒有嗎 真的真的可以回報 沒有 就是正委辦公司出去的東西 大家就會覺得很可怕 對 所以 正委辦公司出去 就是讓大家放下手邊 煙霧 的方式 說真的 是這樣沒錯 就是 對 但是 幫我們做創新 其實 對我們認同 剛剛發熱場 就是我們是一起 一起在嘗試一個創新的方式 並不是說 幫我們 那方法也是我們說了算 就是我們每次都會有TO約會 這個PO約會 每次都會 做一些小跟動 小跟動 小跟動 比如說 他們曾經有一次阿 比如說什麼 因為我們TO約會 就是所有的PO會投票 投票決定說 這個議題要不要進入行動會議 那 有一次有一個議題很有趣 他投票前兩名 但是他只能到 到現場40%的人的票 然後就有一個人 就有一個PO 他 很有創意 就是我們也會開始 還有一名投票 一名發言 他就很有創意的說 這個在場的人數支持的人 不到一半 這真的要開始做會議嗎 欸 連我們也是這樣覺得 雖然他是投票第二名 但是 在場的人覺得他其實不重要 OK 那我們就稍微 稍稍的改變了制度 如果說我們 沒有錯如果不是他的人投票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讓業務單位 來自己決定 這個議題 願不願意擴大的討論 類似這樣 所以其實整個PO的制度 其實是大家一起創新 而不是他們幫我們做創新 然後我們也沒有很想要說 這個PO做事該怎麼做 因為其實我們也不確定 怎麼樣做是對的 但是大家一起想怎麼樣做是對的 做對的機率應該會更高 我最近想用另外一個角度來談這件事情 就是其實 航空入閣的時候是說 他不願意使用權力 但是 坦白說 如果你不願意使用權力 那個權力的真空 他並不會真的變成真空 他會被其他的權力給填補 那這個時候其實我們 是比較下方讓公務員 一起來連股這個空缺的 那當然我們自己也會跑去裡面 站一腳 當我們拿起電話筒的時候 我們就是用我們的 政委方式的影響 一直在影響他們 希望他們 跟我們一起做創新這樣子 好 那方略有 論文的話 我們都有下指 各位的次長 普遍支持開放政府嗎 願意花心力了解嗎 從外部進入公務體系的正次 公務員出身的長次 對開放政府的態度有沒有差別 我覺得好像 我們非常不熟悉 這個可能剛剛要問 我們不是公事營 這是我們頭號問的嗎 是吧 公事營的問題 其實 其實那個 不滿會不會說 就是在前陣子 我們開了 兩場 就是開放政府也很多人 也就是大家 剛剛聽到 就是覺得 才能提供這個公事營 對 然後公事營裡面都會覺得說 欸 長官對我們的工作不要錢 所以我們都沒有辦法做 長官沒有授權 我們沒辦法做 類似這樣子 對 嗯 我可以補充一下 其實我覺得我們在這邊做的這個寫作會 這整個文化其實是 有的時候對公務員 在公務文化裡面比較久的人來說 他好像是另外一個世界的東西 他當下他其實是找不到任何一個東西 來理解這件事情 那其實我們是透過一次一次寫作會 然後去經驗過了以後 他們才會知道說 這個東西是長什麼樣子 那後續他們 才 比較有機會去 去支持 那因為有這個過程 他們也才會有機會去瞭解 那如果沒有那個機會瞭解 其實 他們來說以他們的工作 他們應該是會有心理去 刻意來瞭解 好 這個我補充一下 就是剛剛我仔細看了一下 有講到說 從外部紀錄公務體系的證事 以及從公務員出身的場次 對於開放政府的態度有沒有差別 其實 呃 根據我自己經驗 然後自己看到的 是這樣子 就是 對於開放政府的態度有沒有差別 這個非常在於 每個人心裡是怎麼想的 就是他想要在這個政府做什麼事情 所以其實跟他是從外部紀錄來 還是從內部身上去 我覺得不見得會有完整的關係 對 那 你說 對開放政府的態度 呃 其實 我有看過一些公務員 是他們是公務員出身的 高階公務 高階的 高階文官 對 他們有一種公務員的驕傲 就是公務員的驕傲是什麼 公務員的驕傲就是 完成長官交辦的事情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他就這樣講 好 完成長官交辦的事情 所以今天長官叫他做開放政府 他就算心理覺得說 開放政府 好像 不一定可行 但是他就會 彼職跟公務員交到去完成 就是長官的理念 對 Wish is my order 對 所以 所以 其實還是要看哪個人 他心中對剛剛政府的想像 有些人是心裡不認同 但是做得很好 有些人是心裡不認同 但是他們不知道怎麼做 對 然後當然就是四種都有 大概是這樣 好 好 有沒有人要補充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往下走 公務員開放的東西會是什麼 其實要坦白說我覺得 好像 沒有 因為他們的工作量實在太大了 所以他們很痛苦 那還要他開放 他會更痛苦 目前大概狀況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 坦白說 但我們不是沒有看到 就比如說有些公務員 他的業務 比如說我們看過有很熱血的公務員 然後他們常常遇到 衛生動物啊 然後 動跑啊 這些物體 然後 他們很久了 然後剛好又經歷過我們 幾次的寫作業 他對我們的寫作業 或你的興趣 或那個動機就會出來 但是那個是 比較特別的 還有 他有一些比較奇怪的現象 在這裡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 我們有開放政府聯絡人 開放政府聯絡人 其實都是 通常都是目標單位 就像剛才講的 目標單位也有業務單位 但是我們發現一個很神奇的現象 就是 開的比較好的幾次寫作會議 簡單來說就是 成果 比較豐富 然後有類產量的比較多 或是有真的滅到外部的火的 類似這些寫作會議 最後升官的呢 都是業務單位 都不是開放政府聯絡人 對 那這個是比較尷尬的事情 但是蠻有趣的 這某某程度 我們確定會不會變成公務員的動機 但是每當我們跟公務員 討論到動機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永遠只有虛掌神官 虛掌神官 對 大概都是這樣子 可以比較普遍的提出來 那 本來就有一些熱情 想要把一些事情做好的公務員也很多 那只是我們 我們的做法就會變成是說 呃 我們開一條外掛 為什麼是外掛呢 就是你可以來找我們辦公室 然後辦公室把 你的意見變成我們的意見 然後 對 那我們就可以幫你在 幫你很快的跟上層溝通 看看這件事情是怎麼回事 對可以是這樣 我們曾經做過一些這種外掛的事情 對 那我們覺得這應該有機會刺激公務員 去創新 去開放的這個 這個機會 但是說實在的吧 就是 依照這種 路徑來成功的 機率其實不多 其實不多 對 是來這樣成功的 次數不多 還是機會不多 哦 次數不多 機會通常 機會通常就不一樣 通常都不低 對對對 因為畢竟你是直接拉到這上面 然後 就等於可以把你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公園是一層一層的嘛 假設你往上的路 某一條路是卡住的 某一個成績是卡住的 當你一次跳彎到這上面 走下來的時候 不見得到那條路 又會卡住 對 所以其實從上面這樣跳下來的 這個成功的機會 是蠻高的 對 那我們也鼓勵公園這樣做 因為我們想要鼓勵公園創新 然後有糖供牌是在中間 對 對 OK 好 大家來看天啊 我們在講什麼 那當然要補充嘛 開放的關係 然後 以前有看過 在別的地方 工作者有看過 公園有什麼開放嗎 那個 您想要我們來分享 一個有趣的經驗 嗯 我剛好有一個機會 就是我部會 他們 有個案子 那 就有去問糖供 這個 我要爭取公共醫 我要怎麼樣 眾多人可以參與 然後 所以我聽到就是說 今天我們多找一些人來啊 那會寫一寫貼一貼 分一分啊 這樣子 就是參與室討論這樣 就因為這樣子 所以 所以 那個組織 那個部會 四十年來 那個禮堂 從來沒有被打破過 上下分開 上下 就以前都是台上人說話 所以我們進場 幫他辦了一個 半天的參與式討論會 大概四十多個參與者 然後每個人都參與得很開心 提供了很多意見 然後要離開了之後 有法官 所以如果法官的會議都這樣開 我一定會來 但是我要提的是說 其實他再來的是 因為政委帶頭 然後政委提到說 你必須有把門打開 讓更多人可以貢獻意見這樣 所以他真的開了一個窗口 讓我們會帶討論的人去做了一場 很不一樣的demo 但是 也可能是等一下 你們可以回應的是 他們 當場 很開心 從來沒有這樣過 所以 所以我在想說 我們要不再辦第二場 然後以為我們的會議 要怎麼樣怎麼樣 結果 一個禮拜後 沒有說 這樣有點麻煩 就是這個成本比較高 可能有點麻煩 再說好 所以我要說的是說 這樣的刺激可能帶來一點點動機 但是怎麼保持 就是如果這東西不在他的DNA裡面 我想你們也同樣碰到這樣子的問題 那他似乎風吹一下 你們就不見了 但是我還是要說 就是因為有這樣子的一個堅持 所以他會某種程度的帶動大家要去嘗試 因為這樣會被肯定 所以我要操作看看 但是什麼maintain 的確是一個要往下爽 我覺得這邊有好幾個程式的問題 需要想 第一個就是說 那一場會議 其實也許參與的人看到 神業很棒的一場 我這樣看 潛質其實他們的工作量 相信一定很大 然後再來呢 如果不是這種公務參與的東西 我最近聽到的一句話我覺得很好玩 就是說 如果你辦了一場公務 你的參與的會議 或者是神業主委會議 但是你發現 旅會者談出來的東西 跟旅會前預測的是一模一樣的 那你大概常常做錯了 那這種會議對他來說 如果他做的是成功的 他可能會受到很多預期以外的意見 然後他在處理的時候他會很痛苦 然後他要花很多時間來 來判斷這些 額外跑出來的意見 然後這個流程 有時候就會很麻煩 那當然 你這邊那群人的做法是 你可以放個當參考就好 但是放個當參考的缺點就是 結果來參與的很開心 但回去等兩三個月子 我好像真的都沒有動作 然後接下來久 大家都覺得說 那我來參與這個幹嘛 然後東元也覺得 我弄得那麼大 他弄得高興 結果我還是照個人來不掉做事情 那我不知道 這到底是對的還是不對的 那可是這個拘束力的這個問題 又會回到來到我們原來的問題 是我們的會議 我們是講的是多元系 就是說 我們認為說 如果十個人都來講同一個問題 還不如兩個人講不一樣的問題 我們盡可能收集多元的意見 來把這個東西完成 但是我們沒有正當性 所以我們沒有拘束力 所以這會變成一個回憲 就是我們因為我們成的門不夠 所以我們的會議員又拘束力 但是因為我們會議員又拘束力 結果大家會不會成為另外一種消脫 然後結果又回來 讓大家沒有很喜歡這個精子 我也不知道 但是如果我們要有這個正當性 我們就要花費了巨大的成本 這巨大的成本包含我們可能會議開了半年 甚至一整年的時間 然後我們為了這個正當性 然後搞了很多東西 然後七年才一個高鐵 對不對 才一個高鐵 對啊 那會不會這樣做的話 願意花這樣 我不知道可以工作好了嗎 可是他有沒有變成關係 擁發 就是我們家大叔裡面 我不知道 對啊 但是他只是一個例子去 讓我們了解 所以有些人 他願意去擁抱 不一樣的價值 就算他 他有較久的時間 好 好 可以 多一下前段的問一下 就是你們開協作會議 基本上是 我這樣聽起來是鼓勵大家 去用不一樣的方式做事 但是目前開完協作會議之後 是不是 也有 在 之後 也 去 推 雖然你們沒有 這個 決策的 力量 沒有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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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個權力 但是你們 有 至少有管道 或者是至少有任何的 形式上的動作 是可以去追蹤接下來的 的過程 或是流程之類的 有這種事情嗎 基本上我們有一個約會啦 我們就是每個月都會開約會 那 開完協作會的 他們會到約會上面去報告 但是他們報告的內容到底是 是 怎麼樣 然後我們能不能使多少地 其實那個地方幾乎是 沒有什麼太大的力量 也必須坦白說 然後我們 有 比較多 後續追蹤的案子 其實我覺得有兩個 蠻有代表性的案子 一個是 鴻湖南方釋導案 鴻湖南方釋導案 那個時候是 賴清德剛上函 然後他在 高鐵上被人家攔 攔下來 然後喊說 南方釋導的議題 那剛好那個連署案 那個時候通過 所以賴清德蠻重心的那一案 所以那一案 後續我們有開記者會 但是為了開記者會 其實我們在寫作會議之後 我們還 找部會連連續續 開了兩三場 不一樣的會議 會後會 然後來把這些具體的東西 擬聚下來 我們產品開記者會 在場上的時候 就是被鄉長 還是跟提案人嗆聲 什麼都市人連續的東西 要來決定我們 能不能補 這很不公平 那另外一案子 那是我們自己自主去Push的 那是林無菊的一樣 是寵物 能不能到國家公園 但那一場其實 我們後來去現場報告的時候 就發現現場 參與過協中會議的人 跟沒有參與過協中會議的人 變成兩個不一樣的事件 然後後來討論結果就 比較回到比較傳統的方式 方瑞有參加過那場 我們也能夠分享一下 就是 聖女二區 聖女二區跟她的一場 後續的那個合理 能不能講 我剛剛講完 就是 參與過協中會議 跟沒有參與協中會議 變成兩個事件 那我覺得那其實不全來自兩個事件 那也有些其他的因素 其實那一場還蠻好玩 就是 之前參與的這場會議的學者 其實 我看到有學者 在網路上有發文說 他 蠻反對這個提案 但是他開過協中會 他在會議上 他覺得 因為那個 談出來的結果是 我們應該要鼓勵 有侍主責任的寵物侍主 他只要在 有千層 然後 不落地 就是他在車子上面的狀況下 他應該可以帶這個寵物 進到國家公園 那 那後來他有比較支持這個方向 但是有一些人 比如說當時候 有一些人 他其實是沒有愚困的 然後他們就會用比較傳統的方式 來想像這件事情 那結果就是 不怎麼希望開放這樣子 所以到本來就是 他還是回到比較傳統的方式 那 這一場會議 其實給我的感受是 我會發現 有些討論是出不去的 就比如說我們今天在這個現場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這邊 有一些比較激烈的討論 然後跟在場的人 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互動 但是這些東西 只會留在我們的記憶裡面 當你今天回去 你可以嘗試 你把今天你在這邊 聽到的東西 回去跟你的伴侶 跟你的家人 在嘗試講講看 你會發現 你講的發現他們不理解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其實賢作會議 也有一樣的狀況 因為會場上 網路其實很熱絡 但是他回去 講的時候 網路上很固定的理解 他也固定有那個時間 去理解完整的賣物 結果就是他用於他原來的印象 然後再來框這個東西 那結果就他 那個資訊是傳遞不出去 但是這一點 我覺得我們沒有辦法解決 但是我自己在參考那個會議 我發現兩件 我們比較在意的事情 並不是因為我們 那一場會議的脈絡 或者是內容比較傳遞到 所造成的可能 我們比較不滿意 或是沒有達到 我們期待的那樣子的場合 那那兩個因素 我覺得都是在那一場討論 都沒有再繼續去升旺的 升旺的意思 就是我記得那時候有討論到 某一個 那時候兩個不同的方向 就是我們通常會一條完之後 就是會有建立後續 去執行的方向 那時候有一個方向是 需要更多的研究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有特性中心 對 比較同仁在 但是那一場討論他沒有 如果 以 以一個 就是 尋證自己的方式 針對後面那個東西 再去做更多證據的考量 比如說我覺得這樣的方向 可能不是最適當的 因為 證據A證據B證據C 就是我沒有看到這樣的討論 而是那時候那時候的討論 直接帶到那時候 他們對外的法規 這可以講嗎 就是 就是那時候 他們 每年都會有違法規的公告 對啊 因為主要是因為我們台灣 黃泉 我們台灣算黃泉民疫區 那所以每年都會公告說 這些疫區到底你們不能帶 在哺乳類在裡面受 就是我剛剛講到 不是要宣證自己 比如說我覺得這件事情怎樣 然後我要有證據提出 我的 我為什麼覺得這個 不應該長下去 或是我覺得應該長下去 的那個討論沒有 因為他後來把它帶到公告的部分 那時候的寫法 文字上面 法律的 公告的考量 所以那時候的討論就是 從這邊帶到那邊 然後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說法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自打嘴巴 對 因為我們處理的是 哺乳類我們就處理錯 對 然後但是其實這樣的討論 就變成到另外一條線黃 他沒有再討論 我們原本的那個 政策後續的規劃 對 所以我覺得這其實不是 這其實沒有到 而是那場 會議的後續的討論沒有 好 我理解就是那場 其實有一個還蠻好玩 就是他討論到最後 他是一個寵物的動物犬 跟野生動物動物犬 到底也何謂優劣的問題 那其實有一些 價值觀上面的討論 但是那場會議 只是討論 要不要 今年還能不能在 這些地方 讓乳類經過 對 那除了說這些地方 呃不能 不能說他 他已經是安全了 因為我們去年說 這邊不安全 那為什麼今年這邊 突然變成了 我可以開玩 對 然後沒有 所以這時候我才會說 那是不是要 要有些點重證據 然後去主證說 到這裡自己是安全的 但是也可以理解說 其實你很難 就靠幾個證據 對 就去指導這邊安全 對 但是這件事就沒有答案了 這個東西要被回答 我覺得他另外一個更大 是價值觀衝突的毅力 其實我們應該有個程序來處理 但是我們政府 其實比較少有這種機會 他問題都是在小地方 但這種大討論 他其實會討論出一些價值 他有些持續 他配合到非常多的證據 你剛剛講到那個價值 就是到動物權的那個部分 對 那個但是我剛剛講的 那個是很實際的 就是這個這邊定 演習在自己的證據上面 嗯 你不要這樣摸他還可以太好 好對不起 來 我洗一次 不好意思 我可以給你 不是 剛剛提到討論之後 我自己有另外一個 好吃的地方是因為剛剛 剛剛後面有提到 希望這樣的東西 擴散出去 是一個觀點 然後後面又說 就是希望這個東西 能夠深掘 能夠有 是 evidence base 對 對 希望有那個 尋證的這樣子 依到證據為底的這樣的一個 自己的概念 那這兩個東西 就是 我也要好奇的是說 協作會議 因為剛剛聽到的 一個論點是說 希望能夠有多元的觀點進來 那 我想問的是 那他跟所謂的擴散出去 說他有很多種不同的目標 還是說 是 武昌 你們覺得是 覺得是你 你希望他能夠 發揮出去的效應 我這邊會提到這一點東西 其實是因為 坦白說 我會覺得 我們在會議上 真的是要 旅會的公共人員 跟我們的民眾 達到有一定的呼吸 但是我覺得很 很希望的是 這個呼吸可以往外擴散 他可以讓更多的呼吸 被促進被達成 甚至讓 看出是基督概念 看很像基督的人 看完以後 他就了解 這個政策的脈絡是什麼 他願意相信這個政策 或者是他知道 政府未來的方向 他覺得是OK的 但是我必須討論說 我覺得那個 效果一直沒有達到 那沒有達到 當沒有達到的時候 當然 他沒有辦法達到 對某些人而言 解決正義的效果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過失 他就沒有辦法真正解決 那些我們看到的 媒體網路上的爭議 當他沒有辦法減少爭議的時候 對於一個政治人物來說 他就不會覺得這個通局重要 他需要的是可以解決 就像下面的 各種方式解決問題 但他有時候 他們也很希望解決問題 但是他不解決問題 他可能下次就選得上 所以對他而言 能夠解決問題是重要 但問題是如果我們的效果 沒有辦法過散出去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 批他解決問題 那他要何必 投注資源 投注行李 在我們的程序上面 這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但我覺得 好像是因為人的限制 因為我們是 除非把大腦接上網路之類的 我們要接下一集 好 我們接下一集 你們覺得台灣的開放政府 已經走到光譜哪個階段呢 如果只有執政者 能決定政策 是否能平衡在開放洗白的階段 我覺得這個問題蠻 蠻銳利的 我覺得我們這個問題 可以先請方瑞來幫忙 先來幫忙 或方瑞他們多出國交流的幾年 我最近在看OGP等的網紅他們 有討論的一些 就是有列出一些 開放政府的 可以討論的一些面向 比如說 怎麼樣讓大家 關於就是性別隱等的議題 在開放政府裡面的討論 然後或者是說 怎麼樣可以去讓公民的這個生命 可以為開放政府的 的進化去改變 那這是連結到平常去真的 就是他們網站上面有列出 很多跟開放政府有相關的一些議程 那有些是我們本身沒有在討論到的 所以我剛好就是看到 他們列出來 跟開放政府相關的一些議題 就讓我想到說 就是其實在開放政府 這個理念上面 牽涉到的層面 是可以很多元的 那所以對我來說 就是這個理念 它可以影響到的層面 其實是很多 我們還有可以去探索的東西 所以我就覺得說 就是我覺得它有可能的東西 是可以去學習 可以去探索的 我這邊的感覺是 我的想法 我覺得 我覺得我在這個地方的感受 我跟發文的感受 就是比較不一樣 我們前幾天有聊天到包 我覺得我跟發文老師 一杯半杯的水 我會覺得水真的就是半杯了 它沒有辦法再放它 發文會覺得說 它上面還有一些 應該要再繼續往上超越 但我會覺得說 我們現在遇到一個 最大的理解是 人的本質 如果你要超越的話 你要一整群的 一個國家的人一起超越 你才有辦法去達到一些 方對希望可以達到的一些理念 那我會覺得說 因為我們有限制 我們超越國家 所以我們就是 卡在這個地方 那我會必須 我自己會覺得說 以唐鳳哲這個價值觀 就是他們使用權利的方式 就是要來做開放政府 我們這個地方大概是 已經應該是走到了 我覺得蠻前面的地方了 大概能嘗試的 我們這邊都盡可能去做嘗試了 那我覺得我們的嘗試大概 當然還有很多小細節 還可以這樣做要做 但大方向來說 大概就是到這個地方 再往前面一點 那我會相信 我相信全世界所有做開放政府的人 他們都面臨到跟我們 類似的混激 就是那個人的問題 怎麼自我超越 甚至是我們的政治 我們的民主政治 怎麼形成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人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會有 我們現在的民主政治 那那個民主政治的 形態 那個結構 它如果會放限我們 開放政府能做到哪裡 我覺得那個極限是到了 那方向都會希望 還可以繼續通過 因為我覺得人還真的可以在哪裡 我最近剛好看到一句話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一個德國社會學家 整理家 他叫做Kari 他講說 社會生活 必須由國家來連結 這只是當今政治 靈性的想像 事實上 國家世界由公平生活 而連結在一起 然後 我覺得這句話 就是跟我自己本身的理念 就是我會覺得每一個人 他都 他跟這個社會的關係 跟每一個人的關係 就是你是可以去提升 然後可以去跟這個 不同的人是有教肆的關係 就是人跟人的關係 或者是比如說 我們在想聽的 跟政府 那個關係不是相對相 或相對相 就是 他的關係應該是 我們都互相會需要 依賴一次 但是不是我一副 或是你一副我 就是政府 譬如是我要提供你什麼 或者是我要滿足你什麼 或者是你要給我什麼要求 然後我要滿足你 而是每個人的 每個人的關係 或是人跟組織 或是組織跟組織 不管是怎麼樣的 大小結構 都是互相交集的 那只有我們可以把自己 更加的能力變強壯 然後如果有別人需要協助 或需要討論什麼 我們都是可以去提供互相 比如說有些像我們 回到最一開始的討論 就是說每個人 會看到不同的面向 那有時候 因為這個人看到這個面向 然後這個人看到這個面向 然後這個人看到這個面向 然後缺乏 不知道 我們有去對焦的時候 我覺得可能會生氣 或是吵架什麼 但是其實如果人 可以把自己提升到 就是我們不用吵架 我們都看到彼此 可能缺乏的地方 然後我願意去幫助你 然後你也可以幫助我缺乏的地方 這時候其實很多的紛爭 或者是痛 或是撕裂 就不會發生 當然是一個 我是一個比較樂觀的人 會希望看待說 社會的未來的社會發展 會變成怎麼樣 自己會期待未來的社會 是可以讓每一個人 他都可以變成一個 可以互相交集 然後互相執行 而不是因為某些事情 然後切割什麼之類的 然後其實對大家都不是很好 所以這邊才會提到 就是社會以後 國家來連結 這是現今政治迷行的想像 就是國家世界有共同生活 連結在一起 這也是不一定這個很好 好 馬克爾我想要 我想要 其實我剛剛聽他們講 我就覺得說 你們真的是在回答這一題嗎 哈哈哈哈 走到光幕的哪個題目 好像 好像沒有太多 我剛剛已經回答我的同學 我剛剛只要開始講下一個話題 對 我想說 有點超過 好 我們確定現在台灣的開放政府 是走到光幕的哪個階段吧 但是如果 就開放政府連絡人 的這個機制來講的話 其實我不太擔心 它會被用在開放洗白 好 我先講 這句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本身我覺得有點 我有點提問 因為他說 如果 如果只有執政者能決定政策 是否能停留在開放洗白的階段 所以這個問題背後代表的意思是說 只要是只有執政者能決定政策的話 你的開放就有意思洗白嗎 這幾個我不太確定 因為如果執政者在決定政策的時候 他有考量我們所謂協作婚姻的產出呢 那這還是所謂的開放是洗白嗎 對 這我不太確定 這我不太確定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 我覺得協作婚姻不外面的開放洗白 或是開放的北路人不外面的開放洗白 原因是因為我們留下很多紀錄 那那些紀錄其實 如果你真的是有心的 你可以拿著那個紀錄 發一個行序 那個部位問他說 這件事情你為什麼沒做 你給我一個移動 對 那而且 再更進一步講就是 我們的協作婚姻的影響力還沒大到 會有政務官很想要 就是說 開場協作婚姻 然後假裝聽了名義之後 然後做了財事 然後說 我們開過協作婚姻了 所以說 這個是全民出來一起做的決勝 其實婚姻目前還沒有往到這種程度 所以 這次也是我們 我們覺得 蠻困擾的一件事情 他可能也不需要往到這種程 他其實就只是一個人 對 所以我不太擔心 我不太擔心 開放政府有多人機制 以及協作婚姻 會不會拿來做開放洗白 對 我覺得我應該有回答到這一題 他們兩個應該比較 比較遙遠一點 好 因為我覺得時間好像比較少 我們趕快來走下面的東西 課程很重要 但最後是解決問題 那 這邊我覺得簡單的回應是說 其實 我們會討論這個課程的問題 是因為有一些 我覺得我會碰到一些很本質的問題 那本質問題包括一些 權力的衝突 然後你怎麼會依一個 然後那個權力去決定別人的人生 或去影響的政策 那這個權責要相符 那這些事情其實比較麻煩 那後面有幾個是要事實成績的問題 想知道每次議題 一定花多少時間 或多少次討論會議 勾動或常能達成共識 每次每個議題 基本上如果是平常的話 大概是兩月的時間 我們可以開到寫作會議 那這個過程可能包含了數 好幾次的討論 然後 呃 很多次的小討論 非常多次 然後我們那個黑板 會被畫的明顯棒棒 然後 呃 最後 那個 議題通常花多少時間 或多少次討論 其實我也附近有共識啦 很多時候 包括我們這集內部 也是一個在 拉扯跟大家來實際的過程 大概就是這樣 我不會說不同的想法 好 好 每次集中會議 平常花多少時間 或多少次討論 會議 溝通 跟達成共識 基本上 就如同剛剛所說的 一個議題 大概通常 都是哪幾次集中會議而已 所以有多少次會議 就是一次 那這邊的共識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共識 我想連同下一題 一起討論 就是 呃 其實有點像是說 當有不同意見的人的時候 他們只能達成共識 對 那我們採取的做法 其實是 一直把層次往上拉 對 什麼叫把層次往上拉 就是說 比如說 呃 你們 單身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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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收育這台 OK 呃 你是不是認為一個單身女性 她只能不能收育以後 她就可以成為一個家庭 還是她必須要是一夫一妻 好 那這個是一個很核心的想像 但是我們討論到之後 我們發現其實有個公司 是可以拉出來的 這個公司就是 我們要討論 生出來怎麼樣的家庭 對這個生出來的小孩 是好的 這個大家是有公司的 那接下來還是會發生衝突 就是 有的人會覺得 就是要一夫一妻 小孩才會幸福 但有的人會覺得說 我們家庭和諧 或者是資源豐富 人力資源豐富 可能才是重點 那其實她取的這個例子 其實是比較極端的 就是因為 呃 這個我們稱之為 這個叫宗教信仰 就是 怎麼講 這個是人心中的一個信仰 她覺得 事情就是這樣才是對的 可以自己就是那樣才是對的 那這種問題其實往往會 在社會上變成很大的意義 比如說 自己的存費 比如說 同性的婚姻 比如說 剛才的 好 但是女性的溝通運 背後其實就是同性的婚姻 類似這樣子的東西 那它是一個很極端的狀態 但是就算在這麼極端的狀態 我們還是可以去把繩子往上打一點 比如說 我們先不要想到生小孩 那生出來的小孩 他的生出來的小孩 要得到良好照顧 這件事情大家有沒有 有沒有控制 有 有 然後我們就從這些往下掌 怎麼樣才可以算是得到良好的照顧 OK 我們一往下掌馬上破名字 因為一邊是 一夫一妻 就是一個爸爸一個媽媽 他說他必須要有跟一個男生跟一個女生相處的經驗 他之後才會知道怎麼跟男生跟女生相處 如果他是 如果他是跟兩名同性的伴侶 和同性的夫妻 我們兩個都講 我們要在這跟人邊 對 那同性的人在一起 的這個狀態下 的話他可能只能跟 學習跟一種性別相處的經驗 對 有些人是活在這個世界 有些人活在這個世界 當我們到這個地方 卡住的時候 我們就會在這裡停下來 對 我們就在這裡停下來 那 呃 其實除了這種比較宗教信仰類的 沒有辦法繼續往下掌之外 其實大部分的議題都是可以先拉到最上面 然後再拉到往下掌 對 所以我們在 有些人很偏執無法說服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停下來兩岸定層 對 我們就是 A有A的想法 B有B的想法 我們都記錄下來 我們強調我們是墮月性 不是代表性 所以所有的披薦我們都記錄下來 那 在後續的政策連帝的時候 我們都會 都會請他們參考 這樣子 對 那 所以說 呃 一次會議 就可以達成共識 大概就這樣子 那會議的 當然你要看的共識 是大共識還是小共識 很細節的共識 還是很促略的共識 對 這邊我衡衡一下 其實我覺得我們的狀況 我們一場會議 其實能達成效果是有限的 如果兩邊是衡衡的 我們能夠讓他願意做下來 彼此停就不容易了 那有的是 願意做下來彼此停 但是不理解 那我們就進盤 把兩邊的東西對照出來 那如果願意對照 我們再嘗試 拉出一些 也許大家都願意一起努力的方向 最後如果有努力的方向 我們就來上具體接法 所以 我們選擇會議底 都只能往前揮一步 但是我會覺得 所有的共識 真的不是要強求的 如果真的 今天就是沒有辦法拉共識 那就這樣吧 沒關係 至少大家願意彼此彼此停就夠了 對 譬如說 又登控為 單身女性等功收入那一段 其實 在 坐在同一道路上面討論的人 他們到最後其實 會沒有辦法 互相認同對方的想法 但是他們可以知道對方 為什麼會這麼想 然後我們覺得說到這裡就是 就是極限 對 然後平均花多少時間 準備議題 當然比常價格兩個月 如果是公務員提到這數字 應該會覺得超可怕的 對 兩個月是一個非常長的時間 但是實際上為什麼會是兩個月呢 是因為 我們要從無道友開始 也不能說從無道友 就是 從部會那邊 收集一些資料 然後開始做一些議題手冊 然後開始準備 準備怎麼樣把 公部門裡面的資料 轉成一般人 可能可以看得懂的 對 我剛進來的時候 我自認為我是一般人 因為常寫的東西 只要我看不懂 就是部門格 對 但是現在我慢慢的 要一個不一般人 呵呵 沒電啊 不會不會 呵呵 對 大概是這樣 所以 所以 之所以都花那麼長的時間 是因為我們要抽取很多資料 並且轉移 然後把它寫成 一本的議題手冊 然後把議題的漫渡語 我們才需要花這麼長的時間 但是實際上 實際上這個 在我們上次的 開放政府 民眾人共識 你們的時候也有投得到 對 那我們也有一些想法 比如說 呃 我們可以把 寫作會議變成公聽會 公聽外面寫作會議 類似這樣子 那公聽會 他本來就要準備一堆資料了 所以他們就不用再過來 準備資料 那這樣 準備資料成本就省下來了 類似這樣 然後 他們也可以練習到 跟民眾溝通的機會 民眾也可以 參與一個 好好的溝通 而不是 會突然翻桌的公平 或者類似這樣子 所以我們一定是一個 新的想法 然後我們還會發現 他最像的 對不對 在這裡是 最像的 你做這個嗎 為什麼 好 沒關係 你說這個嗎 對 因為這個其實翻會 滿有新的 好 你講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好 這個我們也還在探索的 路程當中 但目前我們在想 我們那時候其實有 做了很多不同討論 因為像我們 呃 之前有接觸到SROI 這樣子的評估方式 就是有很多 其實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 針對社會的影響力 或者其他不同的方式來評估 然後我們也研究了一下 然後我們目前 我們沒有說 我們現在超專精 或是 但是我們可以分享一下 我們現在的 一些這個階段的心得 就是 我們在想我們的影響力 呃 其實不是最終的節目 因為像我們現在做 做這些事情 可能 對於不同位置的人 或不同角度的人 他們會對於影響力這件事情 本身就會有不同的定義 比如說有些人會認為說 這個案子後續 政策有沒有做得更好 有沒有解決問題 這個可能是一種 你要去評估的東西 那也有可能是 在這個過程當中 公務員有沒有因為這樣子 他變得更心胸開放 願意去跟別人協作 那這個也是另外一種的影響力 也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影響力 都可以去評估 他不是一個 這個我們這件事情完成 然後我們才能來看的一個節目 所以我們目前的想法是 我們希望從一開始到最後的過程 全部都要評估 那我們怎麼評估呢 我們在這個網站上面 我們那時候有列出我們基本的流程 就從一層設定 然後一直到進入政策 當然一層設定之前 也有很多的流程 比如說 我怎麼樣去把我的初音 去放在哪裡 然後我才可以去設定一個一層 當然前面也有一個步驟 當然大陸政策之後 也有很多不同的步驟 那我們目前 比較專注的就會是 從一層設定到哪裡 政策 這網站上面可以看到 有六個步驟 那我們就重新去檢視說 我們在每個步驟當中 我們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那些事情的影響力是什麼 比如說我們在 一開始收集資料的時候 或是一開始要跟訪談 像當地下關閃的時候 我們這個東西就可以去評估 比如說我們訪談人 有沒有夠 這些意見有沒有多人 或者是我們在做各個不同的階段 比如說在做發想的時候 我們到底有沒有窮盡 或者是我們去想到各種不同的方案 還是我們只是稍微講一下 然後就結束 就是其實很多的 中間的那些每個過程 他都是網完相扣 不會因為我最終結果怎麼樣 然後我中間 就是有可能因為我中間 做的怎麼樣 才會影響到最後的結果 所以我們更有興趣的是 去評估整個影響力 那如果今天要團結的影響力 而是P's的影響力的話 那又會是另外一件事情 或者是P's又會影響力 或是什麼影響力的話 那個組織不同 我們都會有不同的體驗 這也是我們現在在研究 那我剛剛講的事情 做婚姻本身 他的評估方式 不是只會看結果 而是會怎麼過程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也在建議 每個過程當中 評估的那個主詞對象是什麼 那我們都覺得 對應到的研究方法是什麼 然後那個也對方法 我們最後的結果 怎麼樣叫做有成功 你講的程度是什麼 你講的程度是什麼 那個會每個都去試 所以到時候我們會產出一張 很可怕的那個次算表 去每個階段的產出 然後他的成效 你講第一張 很可怕的次算 努力中 如果有興趣的人 可以跟我們聊聊 好因為時間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盡快的 把上面的會議 看你們都簡單 簡短的做回 然後接下來就交給主持人 然後這個 我們剛剛有回答 我們其實很多時候 會暢求共識的存在 錯誤真正給他們更可怕 大家還覺得 需要更多的 價值公務員 一切之間的事情 你很開心的 開放政府 那也謝謝大家 那當然這件事情 其實也不是只有公務員 或我們 我們歡迎大家 跟我們一起加入這個行業 那開放政府 是不是只能 部分開放 讓被選擇人民開放 那這邊其實我們的 我們在協助會議 準備要召開之前 其實都會在 就你們的上面 開放的晚餐 讓大家給自己的報名 我們是這個樣子 讓有興趣的人 都可以進來 那只是我們必須坦承 能夠進來人民 是有限的 因為我們的會議空間 是有限的 我們只有在有限的空間 才能有一些人討論 那 找部的人一起 開協助會議 進來討論 是不是需要 會議主持的專業 那我們這邊其實 是在10分鐘慢慢突變出來了 對 那 當然這個會議主持的專業 其實我們有 私下跑去 上很多課 那包含 也很感謝親民他要開課 然後 還有包含在 費時成立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參加一些 培訓 然後我們從地方 有集區我們 有一些經驗 那當然我們之前的 工作經驗 幫忙之前的設計經驗 然後我之前 這期在施展 我沒有做過 全民施展的運動 那個其實也都是一些經驗 這樣子 那再來想看協助會的 土力 你有嗎 其實我們有 新制度 那 晚一點等一下我們 把想辦法的東西給出來 可以大家給參加 那是多比嗎 這個是 好 那這個民眾記憶的其實是什麼 這剛剛我有說明 就是我們盡可能的讓開放 兩個人大家可以進來 那想知道你們各階段 會議紀錄 移動方 紀錄手冊 各種紀錄 紀錄怎麼公開公開審問 收集一些的機制 那我們目前其實是 會製作一體手冊 那一體手冊 之後你會公開 然後會議紀錄呢 是會用組織紀錄的方式公開 只要當中主持的會議 就會有會議紀錄 那公開審問收集一些的 僅值目前 我們還是看 就名牌上面的有有夠什麼的 比較 有的時候會有一些動點 比如說之前有的 當然是 使用貼行的那一案 我們就使用會議紀錄 來收集大家的意見 那組織稿之外 如果也要有課程的效果 中的事例 實力委託票指南 工具的複製化 讓公平可以系統性的 全面解釋 那 好 那最後 這個工具複製化 其實我們最近有做了一個東西 那這個網站 不好意思 好 請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網站是 oc.px.pw 那 這是今天才上的一個平台 那 我們把我們 相關的協作會的資料呢 通通都存在 所以我們在 foder裡面 好 ok 不好意思 好 那 他還在轉的時候 我這邊補充幾個點 就是 呃 大家看到這個 這foder 如果有用foder的人都知道 foder 其實就是放連結嘛 那 這個 這所有的連結到時候 我們會整理成所有的 結構化資料 然後以行政院的名義 放到 我們這家的平台 所以如果真的想做 一個投票指南的話 大家可以幫我們做 不是 哈哈 對 大概是這樣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民眾參與 其實那個我想補充一下 雖然剛剛你跟他有說 呃 我們 大部分的零部無線是從 舊米平台來 就是你平台提案 買五千人之後 才有機會進行做零 那我們就會對這五千人 去發邀請 說 有興趣的人可以來參加 那 就是 民眾目前 大概可以進來的機會吧 但是 老實講 我們通常 對一個五千人的提案 發出去之後 能有五個人來 我們就要透架了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大家 很有興趣的連數 但是 基本上沒有很大的興趣 來開會 對 那 也很希望可以再寫各位影片 看到各位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 就一起來 參與看看 我們開會見到 就是在 上台期的 那 但現在也是 因為我們的 主要的 目的資料福利公佈 也是 就是 那 那 這個是我們的 真理門 那 我們每天其實都會有 那我們在 多個 幫助 那 歡迎大家有興趣 或遇到相關問題的時候 可以參考 那 最後這個是 這個是我辦公室的藥號 就是我們 平常 大家看到 今天在台上的真論 其實在這個 座上發生的 那 因為這種 討論實際上 是太精彩了 一天常 你討論就一兩小時過去了 然後 就我們文章就慢慢 寫 原來就寫不出來 這樣子 大概 那 大概 那 在上面 畫的東西 這樣子 那 這大概是我們 今天的分享 那 那 還要補充幫忙 因為我怕時間 都交給我們吃了 你們 其實他們 邊分享邊組織 然後 時間也還蠻緊湊的 我想 除了剛剛 所有上面大家問的問題 在今天到一段落之前 有沒有人有話想說 或者有什麼問題 帶回去會難過的 有沒有 來 來 一起把握時間 不好意思 就是我想的問題 就是剛剛說的那些協作會議 它裡面的 開會的過程之中 它應該 隔一段時間就要做一個回答 然後 並且把所有的爭點 什麼都整理出來 那這樣子的內容 已經簡化過 歸納過大家意見的內容 有沒有辦法公告 公開給民眾指導 讓大家知道 你們的會議之中 到底是遇到什麼樣的爭點 那其實用圖示 或是用一些表現的 用一些表現的方式 是可以達到這個效果的 所以其實這樣子 才有助於普羅大眾 知道這不是什麼做決策 但是這件事情 目前在這樣的 因為剛剛說組織稿 組織稿跟影像 是非常非常 耗費時間 又不是很好的一個 它通常是拿來做證據用的 它不是 就像我以前在公部門 對 我以前在公部門的時候 收到檢舉 最糟的就是給我組織稿 跟給我影片 因為我一定要看完影片 我看完影片以後 我必須要歸納那個影片 給我的長官看 長官知道那個影片在幹嘛 不然每一個人都要花兩個小時 去看那個影片 所以影片分組織稿 本身是非常沒有效率的 一種資訊流程的模式 但這種東西給民眾看 只是告訴民眾說 我其實沒有很想讓你知道 我裡面的東西到底在幹嘛 對 所以我想知道你們之後 會不會發展出一個 比較能夠把整個會議的流程 真的讓民眾知道它裡面 那種是什麼 的方法 所以你的問題是 對Role Data的進一步 整理的資訊 是不是也有機會釋出 你要回應嗎 好 你上次要說心智谷嗎 對啊 我個人不認為心智谷是 因為心智谷其實也是一個 就是 好為什麼還在心智谷 那就是把你的大袍弄上去嗎 對 那每個人大袍都長不太一樣 所以心智谷有時候 只看心智谷是不見得看得懂的 那我想講的是說 我們有在寫的另外一個是部落格 對 那部落格的這個呈現方式 我們以前 我們之前以為 部落格的這個呈現方式 可能是比較非能力一點 大家可能會想看 但是 但是我們往往想要把 一個寫作會議完整的紀錄下來的時候 你寫不得咬四千字 完全不想看 對 對 所以我們最近也在 你最近也在調整看 你有什麼方式 比如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 出一個 三十秒短片 或是什麼 唐鳳可能發一個短文 可能一千字以內 在他的 在他的臉書上面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寫作會議發生什麼事 討論哪些 大家非常非常在意的正點 然後最後想出了哪些 大家可能覺得還不錯的解法 但是這樣 就是 不好意思 我們最近才意識到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正在發展這個東西 那就 敬請期待 所以只能這樣 謝謝你的建議 謝謝 OK 我想因為時間的關係 今天正式的會議 正式的分享 你要在這裡再告一段落 那不及正少的夥伴 歡迎可以留下來 再多受一些交流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 這個李上 還有這個團隊的分享 感激 因為你們的主席 有一起加入 那 家離開前 可以幫忙 把你的椅子 一起往後收 那要交流的人 歡迎繼續留下來 謝謝